觀眾朋友好 歡迎您收看熱點快報 我是美玲 來看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 中共20大即將召開 中共外交部宣布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將率團赴哈薩克 初期12-13日在當地舉行的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 日媒報導表示 王岐山屆時返回北京 仍需要接受10天左右的隔離 恐將缺席中國二十大 據央視新聞報導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毛寧10月11日宣布 因亞系會議主席國哈薩克政府邀請 王岐山將率團赴哈薩克出席在阿斯坦那舉行的亞系第六次峰會 上一次的亞新峰會是在2019年在塔吉克杜尚別舉行 當時習近平親自出席 日本經濟新聞報導 就算中共領導人等級官員進行海外訪問 回國後 需接受10天左右的隔離 王岐山屆時如果從哈薩克返回北京 解除隔離也要到24日左右 想要出席16日開幕的中國二十大有所困難 而屆時 二十大可能已經閉幕 南華早報11日報導表示 所有海外人士抵達中國時都要接受7加3檢疫計畫 首先在檢疫中心待上一週 然後再加隔離三天 如果王岐山遵循檢疫計畫 為期兩天的外訪行程 可能意味著他可能缺席周日16日開始的二十大黨代會 但外界無法得知 是否這些規則適用於出國進行外交訪問的中共領導人 在此之前 9月19日 王岐山作為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的特別代表 出席了英國女王的葬禮 9月27日 習近平率領六常委和一眾黨政軍高官現身北京展覽館 外界注意到 當天的參加者唯獨少了王岐山 疑似仍在隔離期 今年6月 中共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在江蘇省當選中國二十大代表 2018年中共修改憲法 廢除了國家主席 副主席任期不超過兩屆的限制 按照這個規定 王岐山有理由跟習近平一樣 在中共二十大後繼續連任 但港媒在9月8日發表的評論文章中表示 74歲王岐山明年料將卸任副主席職務 不過 有觀察人士認為 號稱中共第八常委的王岐山 或對二十大人士安排產生影響 二十大前夕 中共紀檢系統人士大換血 其中 駐中國銀保監會紀檢監察組組長李星然 據稱再回到中紀委任職 那值得注意的是 被稱為打虎猛將的李星然 曾是王岐山在中紀委的舊部 參與查辦過薄熙來以及孫政才的案件 上海市長龔正夫人劉查日前去世 10月8日在上海龍華殯儀館舉行葬禮 社交媒體流傳的靈堂照片顯示 中共國務院副總理劉鶴送了花圈 外界盛傳 龔正是劉鶴妹夫 似乎得到印證 社交媒體早前傳出一張落款為海關總署離退休幹部局的副告 標註日期為10月5日 副告中表示 海關總署退休幹部袁關稅 徵管司 復讀事員劉查因病醫治無效 於2022年10月4日23時44分在上海去世 享年63歲 劉查的告別儀式是在8日上午9時 在上海市龍華殯儀館舉行 劉查是原中共中央新南局組織部部長 書記處書記劉執言之女 外界一直盛傳 龔正是劉鶴的妹夫 似乎得到印證 也有傳聞說 劉查是劉鶴的同父異母妹妹 龔正從海關系統轉入地方擔任要職 曾得益於習近平親信劉鶴的幫助 網上流傳的靈堂照片顯示 靈堂中除了擺放著上海市長龔正縣的花圈 還有中共國務院副總理劉鶴送上的花圈 上面寫著一路走好 據公開資料顯示 龔正1960年3月生 江蘇 蘇州人 曾出任深圳海關官長 海關總署副書長等職 後來擔任浙江常務副省長 杭州市委書記 山東省委副書記 山東省長等職 2020年3月 龔正接替習近平親信應勇 擔任上海市市長 中共二十大預定於10月16日召開 先行召開19屆七中全會 但全程閉門 黨媒報導極其精簡 顯見幕後鬥爭激烈 遠超外界想像 而越是接近中共二十大 中共的社會氣氛和政治氣氛越是古怪 其中之一是 習當局不斷宣傳的疫情升級 清零升級和封城升級 新疆不僅禁止當地民眾出疆 而且將外地遊客就地留置 甚至讓他們就地就業 摘葡萄乾 製造另一種強迫勞動 似乎由此證明 新疆集中營不僅對維吾爾人管用 對漢人也管用 一進入新疆 就相當於進入了集中營 有去無回 雲南封城一刀切 一席之間 在風景名勝犧牲版納 外地遊客被突然封鎖在機場 既不能返回外省 也不能離開機場 面對遊客的憤怒質問 白衛兵俗稱大白 甚至舉起了槍 指向民眾 可見 死命令來自上頭 持槍防疫 對付的不是病毒 而是人 怪象飛至新疆和雲南 全國各地 東西南北 輪流上演 突然封城 極端封城 體制內甚至傳出了沒有疫情 也要製造疫情的最高指示 以及不要算經濟賬 彌生賬 要算政治賬 言下之意 一切為了二十大 一切為了某人連任 在一黨專制的基礎上 疊加一人獨裁 又要把經歷過改革開放的中國再拖入朝鮮模式 變成不折不扣的西朝鮮 疫情是個框 什麼都能往裡裝 有人或不解 何必做得如此極端 那如何解讀當權者心態? 制造疫情升級和極端封城至少有三種算盤 其一 如果習近平連任 習派擔心出現全國性抗議 故而需要提前封城 因為習近平連任就是強行連任 政變是連任 霸王硬善功 不僅完全背離民心和黨意 而且壞了中共的制度和規矩 即便按照中共自己的體制都淪於不合法 他能否站穩腳跟 連他自己行李都沒底 其二 如果習近平下臺 中共高層擔心全國出現普天同慶 喜大普奔 歡天喜地場面 讓習近平很沒面子 故而也需要提前封城 畢竟天下苦習久矣 他幾乎傷害了所有階層 糟蹋了所有人 他不下臺 還有誰該下臺 其三 是習派的苦肉計 要得釋放 必先囚禁 要得喘息 必先窒息 製造疫情極端封城 壓得人民喘不過氣來 等二十大開完 習近平實現連任 或突然放鬆管制 藉口疫情減輕 相繼解封 然後大腦腦宣布 在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 防疫抗議取得了重大勝利 展現中國制度優勢 隨後 大開表彰大會 讓飽受封城之苦的中國民眾 忽然間獲得喘息之機 在注射式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折騰之下 感恩共產黨 感恩總書記 並誤以為中國的防疫抗疫是全球做得最好 世界第一 藉此鞏固二十大成果 增加某人連任的合法性 讓民眾在錯覺中接受某人的倒行逆施 黃袍加深 管他的 只要能出門就行了 只要有口飯吃就行了 有人會如是自我解嘲 永不磨滅的阿Q心態 除此之外 製造疫情 輪流封城 也是習近平柔性政變的需要 針對政治老人 需要持續並輪流製造全國性的疫情升級 就可以有藉口封鎖政治老人 以保護他們的健康 安全和生命為由 把他們封鎖在住家 或者醫院 養老院 軟禁 或者變相軟禁 具體執行人是習近平的親信 心腹 身兼國安部部長和特勤局長的王小洪 習近平這一首 是斯大林對付晚年列寧的一首 也是毛澤東對付劉少奇的一首 不惜發動全國性的文革動亂 趁亂奪權 打倒劉少奇等大批黨內政敵 畢竟按照中共黨內定制 每5年一次的高層權力重組 以及某人連任與否 都需經過政治老人協商和同意 以全國性疫情為藉口 阻止他們參加會議 等於剝奪他們的發言權 習派這一招可謂是頂損至極 後悔至極 冒險至極 習近平在下一盤很大的棋 話說回來 如此強行的操作之下 習近平即便連任 也避給他自己的權力蒙上一層不合法的陰影 或遲或早 即便二十年之後 都難免遭遇黨內翻盤 翻案和清算 這是大概率的結局或後事 據自由亞洲電臺10月10日報導 美中科技文化交流協會會長謝家業表示 美方此舉必將重創中國科技行業 中國不僅半導體行業要崩潰 很多高科技行業都會受到影響 包括超級計算機 人工智慧 還包括商業手機等機密電子儀器 美國全諮詢顧問公司總裁斯坦利.趙分析說 新制裁將對中國產生直接的負面影響 尤其是在主要使用低技術晶圓的行業 如汽車 機器人 家電 消費電子行業 在9月6日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27次會議 習近平強調 要發揮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顯著優勢 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 大幅提升科技公關體系化能力 在若干重要領域形成競爭優勢 贏得戰略主動 儘管官方媒體沒有明確提及關鍵核心技術有哪些 但是晶圓顯然是其中主角 從2018年開始 中國進口晶圓花費的金額就超過了3000億美元 之後一路攀升 到2021年時已經達到了4400億美元左右 中國近來每年花在進口晶圓的費用已經超過石油 成為第一大進口商品 好的 以上是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您訂閱 分享 轉發和點讚 我們下期再見 巴基斯坦